闺蜜宽慰寡妇道 不要往坏的一面想 应该想想好的一面 寡妇想了一会儿说 这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知道她晚上在哪里过了 老公去潇洒 老婆在家心烦意乱 就发了个短信 赶快回来给我交作业 突然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信息 作业我替你收了 这几天和男友运动量有点大 嗓子都哑了 陪她去见父母时 两位老人一个劲得夸我漂亮 又给我大红包 虽然激动 但只能保持笑容 闺蜜让我给她发一张素颜照过去 男友说我丑 要跟我分手 我要让她看看啥叫真丑 听说早饭不吃等于慢性自杀 熬夜玩手机也是慢性自杀 不经常运动也是慢性自杀 原来我天天啥事不干 就蠢蠢在自杀了 下夜班回家 发觉床头放着一千块钱 就问老婆 怎么回事 隔壁王哥给的 跟你开玩笑的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给这么多 昨天晚上你睡觉以后 我把你裤子口袋里的破洞不好了 你是怎么发觉 我的裤子口袋破了一个洞的 口袋里面的钱呢 你不爱我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以前清热完你都搂着我 我一身的恨 搂着你 你不怕起废子呀 别人都不怕热 就你怕热 老婆 你说我是什么 你就是守门员 光守着门 又进不来 还不让人进 你每天下班都等你老婆 你们好恩爱呀 有什么秘诀吗 家里就一把钥匙在他手里 不等他能咋办呀 看到一男的 一直盯着我的胸看 冲上去 给了他一巴掌 看什么看 没见过呀 那男的一愣 我只是在分辨你是男士女 邻居家的金毛灵盆 我带着女儿 去观看母狗生产 几个月后 老婆分娩了 女儿来医院 看她的小弟弟 女儿问 这些全是我们家的吗 丈母娘悄悄给我钱 给你点零花钱 也算私房钱吧 哇 我自己有私房钱 在垃圾桶盖子的家层里 女儿 我说吧 她肯定有私房钱 你还不信 你们卖给我的这个象牙盒是假的 她根本不是用象牙做的 夫人 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 只能说明 那头大象曾经镶过一颗假牙 女同事每天的话题 总是离不开老公和孩子 一男同事说 拜托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一女同事说 我婆婆呀 要多气人 有多气人 晚上广场有很多人跳轨步 每人蹬着一双底边发光的鞋 儿子看说 我想要一双这种鞋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旁边人看着我说 这些人就是卖鞋的 小时候经常去游戏机房玩 有一次被我妈打了个现行 我坚定地喊了一句 阿姨 你认错人了 我以为只要我咬死不承认 我妈就会怀疑自己 房间客人打电话给服务员 一清纯小妹 给我送盒结识帮 后来 那个客人看着他送去的一盒鸡翅膀 就凌乱了 一男孩和一小女孩 在窗外玩游戏 我说 你们不无聊吗 小男孩怜悯地说 一点也不无聊 叔叔 你还没有女朋友吗 小弟吓得不敢去洗手间 我怕马桶里面会伸出来一只手 小姨回答道 宝贝别怕 她是给你擦屁屁的